我覺得天蠍肉確實是會蠻從另外一半的 啊 因為我們有訪到炎雅了 我決定把你擺在一起 我是粉絲 我真的是粉絲 許光漢都沒有來追我 我都已經要生孩子了 怎麼都是這些呢 怎麼那麼負面 我覺得每次他對天蠍座 我真的好像都覺得很可怕 就是覺得啊 你是天蠍 然後反應都是 會先有這種感覺 對 要不要平反一下 就是我覺得真的美 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真的不是這樣啊 我只承認一個 在哪一個 姓郁槍 真的不 可以吧 你們都問了 對啊 八大現在是轉身夜台嗎 這是什麼叫八大 天蠍座好像真的還好 因為像處女跟金牛 就大家都常講 好像蠻喜歡就想要天蠍座 我是和平東路的Lisa 不要拚Lisa 會不會太長 我覺得都是 而且他很會記仇啊 真的假的 不是有人說那個嗎 最適合當007的星座 就是天蠍座嗎 他會觀察你很多小細節 然後記在腦子裡 然後後來一一攻破 他很會觀察人家一些小動作小細節 然後默默在旁邊看這一切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他是最會觀察人 最附黑的星座沒錯 我覺得星機這個一定要死掉 星機真的要死掉 因為星機這個完全就不可能 也不對 為什麼人家會對天蠍座有星機 我覺得天蠍座是一個比較直接的星座 他有什麼不好的啊什麼的 他都直接表現出來 所以我不覺得就是 他們只會讓人家知道說 你在不開心這個事情 可是他不會讓你有那種 他背地來 我覺得背地來才叫做星機 可是天蠍座是直接展現出來 所以我不覺得這個叫星機 但是我覺得要講說愛記仇嗎 也不是 因為我其實會記得的事情也都是蠻 如果要說記仇這一塊 我也是記得的東西 其實是大家都會記得的東西 就好像說這個人做了什麼很嚴重的事情 然後我就會記得 像那種欠錢那種就還好 附黑這一塊我覺得是一般般 信玉牆也是我覺得看人 因為我還蠻多天蠍座朋友 然後我覺得天蠍座應該就是 還蠻中意氣的吧 就我覺得如果他們很看重這個人 他們覺得很投入他們的那個 但是如果他們對他們來說 這個人好像還好他們就很冷淡 但我覺得就是有點外冷內熱的類型 我覺得他們就是很有仇必報吧 就是我以前有一個同學 就是不是國小桌子都是兩個嘛 然後不是中間都會化現 那譬如說我不小心超過 他就會只會揍我一下 然後我就想說不行 我要打回去 然後打一下就打什麼六下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太誇張了吧 就是一定要報仇 不然會不舒服的類型 那你是什麼星座啊 我是處女座 妳好像也不如放多浪啊 好像也不是太討喜的星座 認同 我想一下 因為我天蠍座的資料庫 就是豐澤跟豆豆 跟梁宜辰 那妳知道 信譽牆 我想一下 沒有我覺得信譽牆真的很看格 因為我有遇過天蠍還好的 但是大部分好像都還OK 那我覺得這跟星座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那妳說腹黑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大家是對於在意的事情會比較激愁 但不是說每個小事情都會激愁 但是我覺得統結來講 比較我認可就是幾乎都有重結上的個性就是愛恨 就是愛的時候很炙熱 然後分開的時候就是斷 就是他們會斷他的眼睛 我身邊非常非常多天蠍座 像包含大家認識的亞倫還有唐老師 然後還有包含像是韋鐘哥也是天蠍座 然後我自己的兩個妹妹也是天蠍座 所以我後來發現跟他們相處呢 其實並不會真的感受到什麼心機啊 腹黑啊之類的 我覺得比較多的是因為他們有很多他們自己的想法 如果花力氣好好的了解他們 他們真的沒有這麼難相處 然後他們會有一些很可愛的孩子氣的地方 我覺得大概就是這些 大家會覺得這有什麼好糾結的 可是他們就是會糾結在那個孩子氣的地方 這我覺得也是他們可愛的部分啦 所以我後來發現 在跟他們相處的時候呢 真心誠意很重要 不要假裝他們非常非常喜歡誠實而真誠的人 其實我覺得我真的覺得天蠍的心機沒有很重 所謂心機這種你必須要是被弄完之後 你沒發現 直到多年後發現 哦 原來他那時候在弄我 那個才是真的叫心機重 天蠍座是常不做的 就是他如果很在意這個人 這件事 他會用心涼苦 所以他很容易被受傷 受傷之後他就會可能記住 記仇 然後可能會冷暴力對你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都是 不太算是有誠服的心機這樣子 可能就是如果在玩遊戲上 我可能會耍一點就是小心機 但我覺得生活上有的天蠍其實很懶 因為我們其實很懶得對身邊的人 太費食 就是還要在那邊勾心鬥角 我覺得太累了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身邊的人 我不會這樣 但如果你真的是 如果工作上有一些利益關係 或是我一定要表現好啊什麼的 就是要一些企圖心展現的時候 可能才會發揮我那一面 我的刻板印象也是很記仇 但是實際相處起來還好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 就是他們儀式感跟浪漫感還蠻重的 我認識的都是 我是覺得就是他們有摸不透的感覺 就是神秘感嗎 對 有神秘感 就不知道在想什麼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都比較外冷 外冷 內熱 對 其實內心都很熱情 然後話很多 對 對 話真的好多 對 話真的很多 對 話真的很多 我們那個妳家裡 家裡 對 對 都算蠻重的感覺 對 我覺得天天座的人 還蠻有神秘感的 因為你看豐澤 你看豆豆 其實他們的生活 都會讓我覺得有一種神秘感 當然男天天跟女天氣 還是會有差 但豐澤真的很神秘 怎麼說 你覺得他哪個時候最神秘的 就是如果我不認識他 我可能對他的生活 就是一無所知 就是我可能只能從他的IG 或是之類的 然後這樣我從他的IG 最近剛剛發新專輯 剛剛寫一個東西發宣傳一下 對 然後豐澤是真的很神秘 是我認識他才覺得OK 但他還是很神秘 就在我的內心 就是除了我們知道以外 其實很少也知道他的生活動態 豆豆 豆豆也算神秘啊 豆豆是要不是我們很熟 那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可是你覺得他很神秘 第一印象會覺得很難親近嗎 會 所以通常是他們打破將軍嗎 還是先提前 沒有 都是我主動 就是應該說 我覺得女天蝎 好 比如說好 那我取梁以辰好了 梁以辰真的也很神秘 就是他們會有一個 天生的一個姿態在那邊 但他們沒有幹嘛 就是他們只是不講話 有點臭這樣 但我覺得 他們需要一個主動的人 因為其實他們根本沒有怎麼樣 所以如果當你主動去接近他們 他們就會掏心 掏背面一樣 像豐澤 以辰 都是我主動去跟他們聊天 欣賞他們在某個狀態 非常投入權力的樣子 但是有時候會熱情過頭 比如說像工作 比如說像感情 都一樣 就是他們一定有一個 自己堅持的點 就每個人可能不一樣 但他們對於熱衷 想要的那件事情 可能就會一頭熱的 想要把他做到自己的樣子 因為我本人是獅子座 所以其實 在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就是比較快很準 那他們很可愛喔 他們呢 明明腦袋裡面 已經有ABC已經選好 他就是要選A 他就是要選A 但他就是會來問你 你覺得B跟C怎麼樣 然後很多人就會 掉到陷阱裡面 想說 那我覺得B跟C也很好啊 但其實沒有 他要聽的就是 他想要的那個答案 所以我覺得大多數的時候 你就照著他想要的回答他 但是不要害到他就好 因為他們很聰明 所以他們其實非常知道 自己要什麼 能夠負責任的狀況下 沒有人身安全的狀況下 我會盡力的支持他們 天蠍座真的是很願意自行的人 然後也很願意 親別人對他的意見的人 也很喜歡跟別人相處 只是他們的相處方式不一定適合 所有人的邏輯 那當然因為十二個星座都有十二個邏輯啊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跟天蠍座相處 天蠍座如果把你當朋友 你會覺得他對你無微不適 而且兩肋插刀 赴湯導火上刀山下遊火 因為有點感覺應該是講話 比較不會留情面嘛 就比較會 呃他覺得是那樣 他可能就會直接講出來 就不太會在意 是這樣說嗎 我不知道我有點想到 因為其實我之前有喜歡過菲倫海 然後炎雅倫是天蠍座的 然後就是 你知道幾位話 我們這集會把跟炎雅倫擺在一起 因為我們有討到炎雅倫 我決定把你擺在一起 對不起我是粉絲 我真的是粉絲 等一下可以給你喊話 像譬如說他之前跟菲倫海有附和 他就會直接說出來 但是我不是說他們人不是壞的 他就只是有什麼說什麼 哇有點太多了 真的假的 你自己也好玩去天蠍座 我自己嗎 我覺得天蠍座我自己的話就是貼心 對我會記得一些很多小細節 很多 就是好比說可能另一半的 但是要有另一半才行 就是另一半的 他可能生理期要來的時候 我就幫他算 那個時間點快到的時候 因為可能女生有時候 會有一些情緒上的起伏 對他那時候就知道說 要讓他一點 然後還要幫他準備好一些東西 對 因為我覺得細節很重要 因為女生有 我覺得女生有時候在意的 就是那個小細節 群毛聽說他是貼心的代表 他是貼心他要確定 他都給他自己講 嗯 好我覺得女生天蠍真的是貼心啦 然後很細膩 我們心思很細 然後對另外一半也會很好 對朋友也很好 而且我們很有義氣 對我覺得我是很有義氣的人 然後講話也很直爽很直接 不會拐彎抹角的 然後EQ還滿高的嘛 對 EQ上很高 不太會有太大的脾氣 就是像可能火象星座會比較合到一點 脾氣比較壓不去 但是我覺得像我們水象星座 我們比較平穩一點 這是我們的優點 對 不太會跟人起衝突 但惹到我們 你就死了 喔 好可怕 應該都是那種小小 生活上的小細節 比如說放另外一半先 隔天可能他要穿什麼衣服 就先把它燙好 然後可能送水過去啊 或是準備一些小便當啊 這種小東西 或者是 還有什麼 而且如果 他睡覺前會冷 然後先烘那個床 這幫男人床 對我好像十二笑耶 對另一半都很好 你有這種感覺嗎 還可以 還可以 不差 就是還行啦 應該說就是跟他講過 是他都會記得 然後 一些小細節他也會努力去做到這樣 他就是為了不要讓我不開心 他都會努力做到這樣 超好 這個我不可否認 真的超好 就是我身邊所有貼切都對另一半都是寵愛友誼這樣 一定是變男友狗或女友狗 就是真的會比較難 或是什麼局都要帶另一半出發 就他們很沒辦法容忍分 而且他們很喜歡 享受在他們的小世界裡 我覺得天生座確實是會蠻從另外一半的 然後 對於愛情這件事情 天生座很敢愛 所以 只要他願意愛的話 另外一半哇 超幸福 又回到剛剛洗頭啊 因為他又幸運搶嘛 三項滿足 對 多項滿足 這個這一集 這個片段不能剪了吧 不會剪 絕對不會剪啊 但是理性的時候也是很敢困這樣 就是如果有分手的話 應該說 就是完全算這樣 這點我 比較不像一般天氣說 就是分手之後 不能做朋友 我 大部分都還是朋友 那朋友可以牽手嗎 以後也做朋友 為什麼要幫別人打電話 沒關係現在通公司了 他對那個另一半真的非常好 但是 你要先符合 就是比如說他開的條件都要符合 比如說像我之前 有遇過就是他一定要你報備 然後你要每個行程都講 換點要講 你要是都有做到 他就會對你很好很疼你 但是你要是一沒做到晚上 他就會跟你檢討這樣子 真的假的 對啊 其實有好有壞啊 痛者但快樂者這樣子 我很想認同 但是到現在為止 許光漢都沒有來追我 我都已經要生孩子了 那我就永遠不會知道 天蠍座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的情人 在這邊祝許光漢 生日快樂 我祝天蠍座寶寶們生日快樂 我要演宇宙了 就是歡迎大家來 就是多多指教 我們的最新當曲跟舞爵論 已經正式上線囉 正式 正式開 欸等一下 可以再一次嗎 是的 雖然這個單元是在講星座 但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最重要的是就是 你如果算好時程 你就可以抓住星座 算好時程這件事情 手上一定要戴手錶 戴手錶這件事情 就要想到威瑣全新概念店 如果可以選擇到 自己最適合的獨立製錶的話呢 你在算時程的時候 也會很有Style 然後呢想要宣傳一下 我們的新郎崛起 大家有收看嗎 就是之後的比賽 會越來越刺激 越來越精彩 所以請你們一定要鎖定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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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